选新结束以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的硬件已经确定了 我们要用哪些芯片 好 这个时候呢 是不是就可以开始做设计了 当然不是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些设计文档的编写 这里面呢 我给大家列举出来 我们项目开发中常见的一些设计文档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可信报告 任务书 这个任务书一般就是我们负责工程的部门 下发给我们的 然后还有需求说明书 概要设计详细设计 详细设计呢 大家注意在我们这个嵌入式开发里面 有点特殊 我们这个时候做嵌入式开发 还要开发硬件 如果我们是从做OEM的话 我们还开发硬件 这个时候就有硬件的一个详细设计说明 还有一个软件的详细设计说明 还有一些测试大纲 测试报告 以及我们这个产品使用说明 实际上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 文档这里面没有列出来 只是列一些常见的文档 大家想想我们这些文档 这个写出来是不是就是做做样子 写出来是不是就是给别人看 给领导看的 这个当然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做这些文档 实际上都是有目的的 这里面不跟大家一说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这个软件详细设计说明 我们可能很多这个同学们会有一个坏喜欢 在拿到一个任务以后 或者说接到一个课题以后 马上就开始写代码 实际上这个是不可取的 这个时候呢 最好呢 你能自己去理一个文档出来 理一个它的一个设计文档 这个文档里面呢 你要规定我们这个 比如说你的这个任务 它可以分成哪些模块 哪些功能模块 然后从这个代码上呢 再对这些模块进行一个划分 你这个代码 比如说我这个模块的代码 要完成什么事情 然后呢 你还要理出来我们这个代码的一个执行流程 并且你要理出我们这个整个代码的一个框架 这个时候呢 再通过这个说明文档来指导 这个时候你通过这个文档 实际上是做这个事情的 指导我们编码的 知道我们编码 这个时候我们编码才有依据 才不会像无头昌一样 这写一块那写一块 实际上呢 说明着这些文档呢 实际上还是有它们的意义的 比如我们这个测试大纲 也是有它的意义的 当我们这个测试人员拿到 我们这个交下去的这个半成品以后 它呢实际上就是根据这个测试大纲 来编写我们这个需要测哪些部分 然后呢 再通过我们这个 它的一个测试文件 来指导它进行一个测试 好 实际上这些文档呢都是有用的 因此呢 大家不要忽略这个文档的作用啊 最好能够养成一个比较好的习惯 尤其呢是在这个项目它比较复杂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呢 就更需要这个文档来支撑 我们进行这个代码的一个编写 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文档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呢 就是我们这个假设我们这个做事情做错了 那么我们如果在文档阶段就能够发现 比如说我们这个需求就错了 我们在文档阶段就能发现 通过写文档呢 我们就发现这个需求是不合理的 那我们就可以及时的纠正啊 如果你不写文档 就有了需求 就开始写代码 写到最后你就要测试 你发现这个时候不对 你整个这个写的代码这个功能 都跟用户的功能是不匹配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这个需要做的工作量呢 就会更大啊 这个实际上是有本书在讲这个事情的啊 就说我们这个发现的这个bug呢 在前面啊 发现的越早 我们这个后面的工作量呢 就会越小啊 如果我们到生产阶段 才发现这个地方有问题 那么我们整个对我们这个成本啊 我们这个整个成本 它的开销呢 是非常吓人的 好 下面呢 我们这个阶段呢 文档写完以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来做我们的设计 我们的设计呢 实际上有三个部分啊 首先呢 我们需要去设计我们的硬件 而硬件呢 实际上啊 就一个正规的产品啊 它的硬件其实分了两块 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硬件啊 一个就是我们的结构键 结构键 这个呢主要就是做一些结构设计 以及我们这个工业设计的人去做 第二呢就是我们这个电路啊 电路 大家注意这这个结构键呢 我们在这个 我们这个项目开发里面不会去讲啊 不会具体去讲 因为这个跟我们这个方向完全不一样 这个电路呢 那么我们会给大家提一下这个电路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设计流程 好 主要硬件设计呢 就是这两部分 软件设计呢 实际上也是分了几个啊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感知端的这个嵌入式软件 嵌入式软件 好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APP 当然我们这个项目呢 主要是讲的这个嵌入式软件 感知端嵌入式软件开发啊 因为我们主要是讲这个感知端的开发 然后这个APP呢 可能是一个Android的 也可能是个iOS的 它和这个软件呢 之间呢 会有一个蓝牙的一个协议 蓝牙的协议啊 因此呢 我们在这个 在我们这个项目里面呢 也会给大家讲到这个蓝牙协议的一个定制 好 好 第三个阶段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软件和硬件的一个连条 实际上这个软件连条的工作呢 也是有一些 有些工程经验啊 还有一些小的技巧在里面的 这个呢 在后面呢 我们这个第二个阶段呢 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解 在我们第三阶段 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解 里面会有一些软件连条的方法 和一些技巧的一个讲解啊 大家在第三阶段呢 再进行一个学习 好 我们这个具体设计完成以后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这个时候我们功能都实现了 我们的性能呢 大概也达到要求了 好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进行测试了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测试 实际上呢 我觉得我们大家在完成我们的这个代码的编写以后啊 或者做完就我们这个硬件设计以后都要养成一个好习惯 就是我们这个制测试 就不管是对这个模块的制测试 还是对我们整个项目的制测试 这个制测试呢 大家一定要去做 因为你做完了 你可能觉得这个功能都没问题了 但是你可能你都没有去具体的一个测试过 你只是自己大概试了一下 就交给别人去测了 那么别人一测就是问题 这个时候你要进一个反复 这里面呢 来来回回这个花费的时间呢 以及人力呢是非常吓人的 因此呢 就希望大家呢 在完成了自己的软件设计或者硬件设计 以及整个项目的设计完成以后呢 最好能自己的测试一下 自己可以给自己写一个测试大纲 按照那个测试大纲来进行一个测试 等你觉得你的测试是没有问题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你再提交 再提交给测试人员 这个什么时候可以提交呢 就是我们的制测试完成以后 确实我们觉得我们这边在测不出什么问题来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提交进行一个测试 好大家注意 在我们提交给测试的人员以后呢 测试人员会进行一个测试 而在这个时候如果测试出现了问题呢 我们测试人员会把我们这个 会提交一份测试报告 在一个周期以后 比如说它的测试周期是两个星期 那么它会在这两个星期以后呢 提交一个测试报告 那么我们在收到这个测试报告呢 就会对里面的bug进行一个修改 而修改完成以后 实际上它是这样的 首先是交给测试人员测试 测试它会有一定的测试周期 比如说是两周 在这个两周结束以后呢 它会提交测试报告 测试报告呢里面就会有一些bug 这里面就会有一些bug 然后我们在拿到这个测试报告以后呢 就会对这个bug呢进行一个修改 修改以后呢 我们又会进行一个自测试 确定我们这个修改是成功的 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没有影响到其他的模块 这个时候再提交给测试 再提交给测试 然后这个测试呢 又会重复的进行这个工作 直到我们这个测试人员呢 他认为他测出来的bug 已经符合这个产品的一个要求 或者是已经测出来的bug 这个数量已经比较小了 已经符合这个产品的要求 可以进一个生产了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测试就会结束 因此这整个过程呢 是一个反反复复的一个过程 它的名字呢 就叫做回归测试 大家注意一下 好在这个测试完成以后呢 或者是我们这个项目的 这个项目的具体的一个时间节点 已经到了 并且测试也没什么大的问题了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 就会对项目做一个归档 也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首尾工作 那么归档 我们会归哪些东西呢 首先我们会对这个文档 我们这个写的这些文档 进行一个归档 第二就是对我们这个设计文件 设计文件就包含了 我们的这个硬件设计文件 也就是我们的硬件的电源里图 和我们的硬件这个PCB PCB的这个板子的这个图 还有我们结构件 我们结构件可能就是CAD出的一些图纸 CAD的一些图 进行一个归档 软件呢 软件就会对我们这个软件的这个代码 软件的代码 或者说我们这个软件的这个工程 进行一个归档 阶段性的归档 好 归档结束以后呢 那么谁需要这些归档文件呢 实际上呢 我们这些归档文件啊 都是给我们的生产部门服务的 生产部门 我们生产部门拿到这些归档文件 要干嘛呢 顾名思义啊 我们这个生产部门拿到这个我们这些设计文件啊 就是要用于生产 他会做两两方面的事情啊 首先呢 他会把硬件啊 把印证这一块呢 拿出去加工 会做我们的PCB板 然后呢 会把PCB板呢 进行一个电装啊 把芯片的焊接在我们这个PCB板上 这个过程把它叫做电装 然后第二个呢 在电装完成以后 我们会对他进行一个软件的下载 也就是我们的嵌入时端的这个软件啊 我们会给生产我们生成的二进制文件啊 会把这个二进制文件给生产 生产的得到这个软件以后呢 就会把这个软件下载到我们这个电装好的板子上啊 也有的呢 我们是把这个芯片通过烧野器啊 先烧到我们这个MCU上啊 再把再把我们这个MCU呢 焊接在我们这个板子上啊 这两种形式呢 都会有 好 那么我们这个生产结束以后呢 是不是我们这个项目呢 就可以说完成了啊 那也就是我们这个项目是否就可以闭环了呢 实际上呢 不是这样子的啊 我们这个项目的最终闭环呢 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啊 也就是我们这个生产的产品在推出去以后 一段时间以后呢 确实没有问题了 我这个时候呢 我们才可以真正的进行一个闭环 如果在我们推出去的产品 如果还有问题呢 那我们还要进行软硬件的一些调整 因此呢 我们真正的闭环呢 是在生产结束以后 我们这个产品交付一段时间之内才进行一个闭环 好 今天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开发流程 大家对这个整个开发流程呢 就要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认识啊 在以后我们真正进入到职场以后 在有这个具体的项目以后呢 在项目进行到哪一个阶段 这该做什么事情啊 我们都应该有一个了解 而且大家以后如果能够成为项目负责人的话呢 对这个项目的流程啊 就应该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认识 好 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呢 我们这个第一阶段的学习呢 就到这儿啊 然后我们这个第一阶段的这个学习呢 就希望大家下来呢 能够去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资料 这个里面啊 把我们这个项目的资料下载一下 然后看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些文档 有一些文档呢 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自己写一下 把这个我们这个项目的具体要做什么 搞清楚啊 怎么设计呢 也要搞清楚 最好呢 你能够提出一些自己的一些设计方案来 这样子呢 是最好的 这样你才能会主动的思考 而不是只是看我们老师给大家提供的这些现成的东西 我们今天这个课呢 就到这儿啊 谢谢大家